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 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 會議經表決通過了個人信息保護法、監察官法、法律援助法、意識法、新修訂兵役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規定 會議經表決通過了多個人免案 決定免許陳寶生的教育部部長職務 任命懷俊鵬為教育部部長 同時補充任命李國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全國人大常委譚宇宙說 今次人大常委會會議有審議增加附件3所列全國性法律的決定草案 但是委員長會議決定暫時不表決 將《反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3 會繼續進行相關研究 他相信做法會令《反外國制裁法》更加有效果 和巴士的報總編輯你和一起談談 你和選委會報名已經結束一個星期 至審委應該審核參選人的資格 有哪些人選值得關注呢? 你好,Yunice 選舉委員會的選舉仍然進行 資格審查委員會將於今月26日確定參選人是否符合資格 資審委由政務司司長出任主席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早前升任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其中一項職能就是擔任資審委主席 有一種說法就說港區國安法定立之後 激進反對派的陣營可以說是兵白熱山倒 現在已經沒有激進反對派人士參選 資審委把關的作用不大 但是知情人士就說 李家超助陣資審委其實是很重要的 作用就是要定立一套DQ的準則 明確在什麼情況之下 根據什麼原則DQ議員 即使是現在參選的人不是太激進 但是定好了規則之後 以後就可以按規矩辦事 所以這一套準則是相當重要的 這次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參選人 關注的焦點之一就是 現任的立法會議員能否全部過關 由於立法會議員就是選委會的當年成員 所以全部都需要經過諮審委確認參選資格 其中最終目的可以說是鄭松泰 鄭松泰如果這次在選委會參選資格過關 即是意味著12月立法會參選的時候 都可以過關的不會被DQ 因為沒有理由做選委就符合資格 但是做立法會議員就符合資格的 眾所周知 鄭松泰就曾經搞出一個盜插國旗的事件 鄭松泰在2017年在立法會議事廳內盜插國旗 被控就是侮辱國旗區旗罪成 2020年鄭松泰參選立法會選舉出戰新界西 他就收到新界西地方選區選舉主任黃展祥的來信 指鄭松泰盜插國旗的案罪成 指鄭松泰在盜插國旗案中罪成 如何顯示他是忠誠接受和履行擁護基本法 以及效忠中環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承諾 鄭松泰當時就回覆選舉主任說 當年所做的事 他的表達方式確實是不對 又指難得選舉主任來涵詢問 他特此表示歉意 並且承諾會改過繼續擁護基本法 愛護國旗和區旗的 其後人大常委會決定將香港立法會在延任至少一年 立法會內反對派玩總辭 但鄭松泰並沒有參與 其後多次做出一些行動 外界都覺得很明顯是想洗底 例如在立法會內吃美心蛋糕慶祝生日 還拍照上載去社交媒體上 有朋友結婚中安排附近的酒樓用膳 因為酒樓屬於美心集團旗下 新娘子就在網上說 有兩位朋友因為政治立場而拒絕出席 新娘其後就說這樣幾好 可以很簡單淘汰一些生命中不重要不需要的人 而鄭松泰就有去到美心酒樓出席這位朋友的婚宴 還在現場拍照上載社交平台 現在的諮審委重新訂定 測選資格和DQ的準則 不知道鄭松泰是否符合測選資格 達到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要求 有資深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就表示 鄭松泰現在在立法會裡變得很正常 在重要的小組委員會裡 不會胡亂提出反對意見 只會看過文件真的有研究過之後才提出意見 以往議會內反對派鬥擊 胡亂針對政府的情況已經不復存在 不過鄭松泰能否過關 最後都要看諮審委如何落馬 謝謝李彤 社區組織協會發表聲明 表示該會已經退出支聯會 也已經不再是支聯會成員團體 聲明指 社協在過去二十多年間 一直沒有參與支聯會的工作 也沒有出席該會的會議 支聯會上個月一度被點名 指其剛領有抵觸香港國安法之言 多個會員團體自四月起相繼宣布退出 支聯會常委會早前經風險評估之後 已經決定減少一半常委數目 並且在今個月遣散所有職員 立法會早前通過區議員宣誓條例之後 先後有多名區議員辭職 上個月已經辭職的前屯門區議員曾振興 昨晚在社交媒體發文 說他已經離開香港一個月 他說在7月傳出將會DQ區議員 和將會追討新津的時候 不少親友擔心他可能破產 他說自己當時因為擔心破產 會連累家人而決定辭職 但就說在辭職之後 從多於一個渠道收到警告 並且有人向他說 當放假陪老婆子女去過旅行 他說自己一直不打算離開香港 亦無法漠視妻兒獨自流港 所以才安排兩個小朋友申請護照 再安排其他人保護他的家人 並且因為擔心戶口會被凍結 所以最後帶著三萬多元現金 和大女一起離開香港 他說現時一家情況安好 雖然財政壓力更大 仍未存夠簽證費用 也未有穩定收入 但會繼續努力穩工 希望在這半年站穩腳筋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之後 塔利班再奪阿富汗政權 近日流傳今天阿富汗明日台灣的聲音 美國總統拜登接受媒體專訪 首度就這件事表態 強調如果台灣被入侵 美國會有回應 拜登強調阿富汗和台灣、南韓和北約組織 有根本上的差異 而且美國一向順手承諾 如果任何人入侵北約 美國會作出回應 對台灣、日本、南韓做法也一樣 美國和這些實體達成協議的基礎 不是他們發生內戰 而是當地有團結的政府 試圖阻止壞人作惡 報導指這次是拜登一月底上任以來 對防衛台灣作出最清晰的表態 擺脫美國長期以來對台灣戰略模糊的立場 拜登政府一名高級官員 星期四進一步指出 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沒有改變 中國神週十二號的航天員 今天再次執行出艙任務 聶海勝、劉伯明、新村航天服 先後由天和核心艙折點艙成功出艙 全景攝錄這些 以及組裝艙外工作箱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